在梁山君准备出战方辣的时候 前一天晚上 护三娘背着她丈夫和所有人 偷偷去会了林冲一面 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护三娘是梁山人美武艺高强的女将 林冲呢 也是身高八尺英俊帅气的猛将 两人的确是郎才女貌 当初护三娘怎么就嫁给挨脚虎王英了 林冲和护三娘见面后 两人都做了些什么呢 今天带大家走进水浒传 看看护三娘和林冲之间的关系 在水浒传中 梁山108将是主角 他们受到的关注也是最多 每个人拆开来看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他们上梁山结识后 又有了新的故事 互相之间呢 也产生了联系 志向相同的人站在了一起 形成了很多的小团体 梁山看似是一个整体 其实凝聚力根本不强 因为每个人都怀着小心思 还有一个虚伪的宋江做老大 这样的队伍最终也只能分崩离析 走向灭亡 水浒传中的人 尤其是108位好汉 每个人都性格鲜明 在帮梁山寻找出路的时候 过程中有很多细节值得细细讨论 就比如梁山在出战方蜡之前 也是梁山军最后一战的时候 王英的妻子护三娘 为什么要晚上偷偷的去见林冲一面呢 此事就让人十分疑惑 没什么事 护三娘要晚上去见林冲 而且还背着丈夫王英 两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关于两人是如何认识的 还得从宋江带梁山好汉去护家庄 抢钱梁说起 面对来势汹汹的草寇 武功高强的护三娘 骑马出战 她不仅生的一副好皮囊 也是个善战的女将 梁山这边第一个出战的 是挨脚虎王英 是该说她英勇呢 还是该说她好色呢 应该是后者 在见护三娘第一面的时候 她就深深的沦陷了 上场对战 她也没有出全力 护三娘只用了三招 就把王英擒住了 就在王英狼狈至极时 林冲骑马手拿杖八蛇毛冲了出来 她可是出了名的猛将 就算护三娘再厉害 那也只是一介女流 最后 护三娘没能打败林冲 反而被林冲生擒了 护三娘输得心服口服 剧情都这样发展了 那如果按照浪漫的剧情走 两人之间应该会有不少的联系 结果 却让人十分意外 护三娘上梁山之后 老大宋江任她做了妹妹 还把护三娘嫁给来脚虎王英 古代都讲究 骏郎配美人 水浒传中却不是这样的 护三娘和王英是其一 还有五大郎和潘金莲 虽然潘金莲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没有太大的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 但护三娘不一样 护三娘有一身的本领 为何要嫁给配不上自己的男人呢 她连男人都能打败 而且有着惊人的外貌 在女人堆中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嫁的还是自己曾经的手下败将 按理来说 宋江任她做了妹妹 她应该嫁给一个英俊 而且自己看得上的男人 就算不是林冲 妹应该是使劲这样的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竟然嫁给了王英 这样的结果让人感到不适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护三娘 王英和林冲三人 他们都是在同一时间段见到的 相比王英 林冲应该更加让人心动 正常来说呢 护三娘喜欢上林冲的几率应该更大 为啥就嫁了一个外貌不扬的王英 关于护三娘在嫁娶过程中的态度 作者并没有详细的描写 只是很简单的带过了 这桩婚姻引起读者的思考 护三娘真的能看上王英吗 其实细细一想 她怎么看得上一个这样的男人 之所以嫁给了王英 上面也讲到了 是宋江安排的 这样看来 她极有可能是被胁迫嫁给挨角虎的 宋江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护三娘是个难得的女将 她虽是梁山上的老大 但梁山上小团体太多 自己的小团体并不是很强大 王英是宋江阵营的人 要想拉拢护三娘这位女将 就要让她嫁给自己阵营的人 刚好 王英对护三娘有意思 于是呢 宋江就明里暗里的 迫着护三娘嫁给了王英 宋江表面上把林冲当兄弟 其实并不怎么信任她 只是把她当作昭安路上的一枚棋子 就算两人再般配 宋江也不会考虑两人在一起 可是多年后 在宋江的梁山好汉昭安后 征战方辣之前 有了护三娘偷偷见林冲的场面 关于这个情节 水狐传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对护三娘和林冲见面 是存在巨大争议的 一些版本上 存在两人见面的场景 有些版本上却没有 两人见面之后干了什么 说了什么 任何一个版本上都没有写 正因如此 也更加让人好奇了 也让读者们联想了起来 有人觉得 这护三娘和林冲之间 很早就暗恋着对方 毕竟王英各方面 那都没法和林冲比 而且林冲曾经征服过护三娘 一个骄傲的女将 很难不爱打败过自己的男人 何况林冲曾经还是个禁军教头 是个人应该都会选林冲吧 在对情节的想象中 两人见面之后 可能回忆着从前发生过的点点滴滴 三娘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而林冲呢 也许不断说着安慰的话 会联想出这样的对话 是因为林冲在上梁山之前 是娶过娘子的 林冲的第一任娘子 是怎么去世的呢 在她被发配后 被高崖内欺辱了 最后选择了自禁 因为这件事情 林冲得罪了高崖内这个小人 逼不得已上了梁山 林冲上梁山之后 就忙着搞事业 想过段时间再娶妻 但是后来呢 她再也没有娶 不知道是不是忘不了第一任娘子 所以在读者的联想中 护三娘表明心意 但是林冲并没有给出她回应 也许林冲对她心动过 但是没有付出行动 护三娘嫁给王英后 也就彻底放弃了吧 护三娘会深夜见林冲 可能心中对宋江不满 也许是真的暗恋过林冲 为了圆那份美好的初恋情节 才会做出这样冲动的行为 这些在《水浒传》中 虽然都没有体现出来 但是人物之间有联系 就一定有可能 但是这一面 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可能他们好好畅谈了一番 这一面并没有改变什么 护三娘依旧是王英的妻子 林冲依然没有再娶的打算 分开后两人各自回到个人的位置上 第二天呢 跟没事人一样上场杀敌 梁山君在征战方辣的时候 损失惨重 护三娘的结局也是悲惨的 她和丈夫一路打到牧州的时候 不巧遇上了郑彪 夫妻两人迎战 王英打不过郑彪跌落马下 护三娘见王英欲嫌 也杀了上去 郑彪不直接和女人对打 她假装骑马回阵 护三娘穷追不舍 突然郑彪一个回马 对护三娘扔出了一块砖头 直击她的脑袋 护三娘坠下马战死了 王英也因受伤太重 死在了郑彪手上 夫妻两人就这样惨死了 林冲的结局相对好一些 她虽然没有死在方辣的战场上 但是受了很重的伤 艰难地去到了平定 不久之后 她的病情加重 找了一个寺庙养病 宋江还假仁假意 将武松留下照顾她 可是 林冲的病情还是越来越重 随后便离开了人世 护三娘和林冲都是好汉 他们是不是喜欢对方 这个施奈安没有具体描写 我想 护三娘第一次见林冲的时候 应该心动过 虽然喜欢 但是在梁山上身不由己 将其隐藏在心中也正常 虽然很多人觉得 护三娘见林冲这个情节不存在 在有些版本中会出现这一情节 也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谁不喜欢英雄配美人呢 王英的确配不上护三娘 时代残害人 护三娘和林冲都是受害者 要是宋江不带人攻打护家庄 护三娘也许能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过着平淡的小日子 而不是战死在沙场上